Urban Sport 都會蔓延的這個現象 V.S.都市計畫 我簡單的講一下都會蔓延好了 都會蔓延就是近一百年來 開始有資產階級抬頭之後 有城鄉差距 所以都會蔓延的人 越有錢的人 越希望他的生活品質會越好 所以最後留在都會裡面 扎根根深地 沒辦法離開都會的人 大家知道都是哪個階層的人嗎 你們有聽過這個都會蔓延的理論嗎 大部分都是拾荒者 他們是沒有能力離開都會的 所以他們是真正 常常跟住在都會裡面的人 所以你看整個台北市的都市計畫 就慢慢的往外擴 就叫做都會蔓延 慢慢往外擴 從山崇如洲開始 從藍領階級的開始 一直往外擴 擴到淡水的時候 就變成白領階級 他們越來越要求的是生活品質 要有藍天綠地 那為什麼會秧及到我們共寮呢 因為我們共寮是取代陽明山更好的地方 因為有一個人在山上 種了四十萬顆銀花 然後因為陽明山如果再蓋那種大別墅 可能會從山頂直接溜滑梯 溜到山果裡面去 已經沒有地可以蓋 所以那些 因為都會蔓延的這些現象 有一些高收入的人 他們要求的生活品質更高 就是從大門 他們家的大門開車進去到他們家 可能要三點山路個幾分鐘 他才覺得那個是他們家的大宅院 那要那種住家品質 就會慢慢向都會的外圍擴散 那擴散到剛好到共寮 有山有水又有海 就是我們的原罪 這就是都會蔓延的一個現象 所以為什麼我們政府會一直 一直向外擴增 然後一直在徵收土地 其實是因應這種的社 那個市場需求 所以都市計畫 那是幌子而已 都市計畫 都市計畫我們台灣有多離譜 你們下全台灣的每個火車站 一出來一定會有什麼 麥當勞7-11 日本全家 還有屈城市 偶爾會有摩斯漢堡 我有時候都不知道這一站出來以後 才是台灣的 因為全部火車站出來的商家跟景色 跟都市計畫的開的大陸 跟那個 有時候連圓環噴水石都拆掉 都不知道我下了火車站是哪 這個哪叫做都市計畫 完全沒有在地特色 對不對 台灣變成整個台灣都是人民公社 全部都一貫化 變成現在甚至有人一下 一下火車站沒有生活 所以他們就覺得這麼沒發展 都沒進步 沒便利 這是不是太錯誤的 認知 所以我們共兩人決定爭取走在自主的道路上 建設我們的家園 這是很重要的一句話 我們希望能夠堅固 生態 人民生存的主權 以及在地農業的發展 這就是 然後我們共僚呢 有在地的 有幾個在地的團隊 就是燕僚反而次救會 因為共僚反而次救會 是國差黨 差民黨 在在地 町瓜組織的叫做共僚反而次救會 那個是有登記的 所有的捐款都漏入他們的口袋 所以燕僚反而次救會 是沒有經費的 那我們在地有 燕僚反而次救會 還有東北角協和聯盟 還有東北角探索學校 這個校絕對沒錯 千萬不要給我改 每次出去都會有人幫我改 我們這個校是有效的學習 接下來就知道什麼叫有效的學習 所以在 在台灣東北角探索學校下面 我們有共僚的公共事務論壇 相約來學校 還有反而部隊 這個就是我們共僚的公共事務論壇 我們在這裡擦槍 準備子彈 要出征 就希望政府尊重理解 學習我們共僚 然後解禁鬆綁繁榮 我們共僚 然後政府掩蓋事實沒有誠意 忍無可忍再次愚弄共僚 那我們紅色這一條 上面寫的就是 BI共僚 上面寫的就是BI共僚 其實不只BI共僚 所以啊 我們才會 才會在生活在山野的 繁忙的時刻還要抽空這樣子 到台北市來抗爭 每一次的抗爭 我們一定是融歸 我們出來抗爭的時候 在有一陣子 我們在抗爭過程的時候 我是發起人 我出來的話 我一定要保護 我們所有一起出來的 在地的鄉親 可是怎麼保護呢 因為在那個時候 他們常常會安插一兩個 破壞分子在我們裡面 然後故意惹事生非 大喊大叫啊什麼 然後模擬我們出來 那個 反抗的焦點 所以我們每一次要出來的時候 在遊覽車上 我們才會發那個 發那個布條 然後因為我們供養有一個布商 連那個以前版國光石畫的 那個大塊的藍布啊 那個都是我們那個布商 無條件提供給大家 所以我們每一次要出來的時候 才會帶一捆布 在遊覽車上 當場撿 那天大家要撿長條的啊 撿方的啊 或是撿一條像被子一樣的 然後我們就會在車上才撿好 然後每一個人發 然後每一個人算算看 他們有哪幾個親戚 是在台北跟我們聚集的 所以反正我們沒有一條 沒有一條那個布條 會流落在外面 然後一到了 譬如說我們要去營建署抗爭 一到了營建署之後 我就會先下車 然後他們就會說 這次是哪一個分隊的大隊長啊 然後負責我們的安全 其實不是安全 他是故意要找藥匪來破壞我們的團隊 那我們那個當下就會送他一條 我們那一天決定的大塊或小塊 我就會給他說 我們兩個甘告的 這條送你 我說娘娘是沒有這條的人 絕對不是要看的人 來 你就要把他撿起來 所以我們共撿出來的板核 或是做任何的抗爭 是有我們秘密的方法 大家可以走開去 請問那個是阿櫻姐嗎 不是 那個是這位先生的太太 阿櫻姐 她 這個照片是 這邊是文秀坑的 那個32公頃的農地 那時候他們的整個文秀坑 文秀坑就是在奧底 整個核市場的後面的農地 32公頃都要被 五噸液徵收去蓋核宜住宅 要蓋給你們 去住在核電廠旁邊的核宜住宅的農民 所以我們就是利用這個抗爭 把32公頃的農地繼續保留下來 所以我們在抗爭的過程 大家都是腦力盡量想出很多的方法出來抗爭 所以雖然在電視上或是媒體上沒有什麼反面 但是我們的抗爭每一次都是扎扎實行的 非常的成功 而且我們去抗爭的時候都會要求政府單位派員 派員參加我們的長輩 就是90歲以上有出席的長輩絕對是坐在主席台 然後政府官員負責的各局處長 就是在旁邊然後接受我們Bash 那我們每一次出去抗爭準備好的問題 當場給他們之後 我們自己也會攝影 然後限期要求他們要回答 沒有的話我們就靠兩塊錢的電話公事 就是打到他們的局處瘡患為止 雖然媒體上沒有反面 沒有我們共養人怎麼抗爭 但是我們每一次的抗爭其實都是有收穫 而且一定要政府給我們滿意的回答 然後甚至解決 所以我們現在32公頃的農地 還是繼續在生產 這個農地裡面站著的那個白頭髮先生 人姓藍 藍色的藍藍藍清先生 他種的山藥啊 是我們共養最好吃的山藥 而且他們家的山藥是在中秋 山藥都在中秋節的時候收成的 那他的山藥是還沒有收成之前 就已經被定光了 這麼多年來我自己都還沒有吃過 他每次送我我就轉送給別人 聽說他的 反正我們這裡大家都喝都是有種山藥 那種品質都很好有機的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香約來學校 我有一個在萬藥農夫市集的攤位 叫做共養自然最貴 啊貴啊其實那時候是做貴 為什麼那天會做貴呢 就是因為吳敦營要去那個 視察和視察 所以我們前一天 大家就找一個趙咖 然後我們一堆人 就做了共養自然最貴 給他吃 送到和視察門口給他吃 所以我們抗爭有許多的把戲 然後我們這次我出來演講啊 也是希望 這也不算演講啊 就是在這邊 撈撈叨叨 我們就是希望說 大家都能夠 知道我們的山川的美好啊 能夠組團到我們那邊來旅遊 那只要你們有任何團隊 跟我們在地聯絡 我們都會提供我們在地的資源 給大家 然後連續今年是第三年 我們要在森林裡面蓋樹屋 然後蓋樹屋的活動是一次三天 只要三千五百塊包吃包素 包上課 然後小組的話 你們可以自己集結小組 或是個人參加 然後我們幫你們集結小組這樣子 三天的活動 可以在我們的森林裡面 實際的蓋好 蓋好一間樹屋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簡單的蓋樹屋的概念 譬如說你進到了一個森林裡面 然後你找到三棵樹 你只要找到這三棵樹 然後第四點呢 第四點是我們人決定的 你的第四點要決定在這裡 你的樹屋就是長這麼大 你的第四點決定在這裡 你的樹屋就是長這麼大 所以在我們要蓋樹屋的大小的那個當下 我們已經開始在跟這塊土地跟這個環境做好商量 那如果說這一棵樹上有一個鳥巢 你的第一層樹屋可以只有這樣子一個台階上來 然後下面用蹲的方式 然後上面鋪竹子就會有個地板 那就一樓 一樓你的樹屋的一樓 然後你的二樓 如果二樓這裡有一個鳥窩 這棵樹有一個鳥窩的話 你看你的二樓 這是不是有一樓的地板在這裡 那你二樓的房子 你就可以蓋在這邊 那你就遠離這個鳥窩 或是你要蓋在這裡 在窗戶旁邊 每天觀察這個鳥窩 小鳥的生長都可以 那你的陽台就在這邊 然後再蓋 蓋上去三樓就可以蓋跟這個一樣蓋 那三樓 蓋到三樓的話 你就可以體驗樹梢的生活 怎麼樣叫做樹梢的生活 所謂的樹梢的生活 就是望過層層山峰向遠方 那種生活是很值得我們去體驗的 而且是簡單過生活 非常簡單就可以過一個生活 一天半的時間就可以蓋好樹屋 今年是第三年 歡迎大家報名參加 會在臉書上 大家可以 或是到萬陽農夫市集 我們會在那邊發那個報名專線 然後還有一個港樓部隊 就是我跟金玲 就是我跟金玲 就是我跟金玲